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peaking of Sam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跟山姆生语 这巧妙记忆小学800单词 今天是咱们的第三十三讲 好,同学们,跟山姆老师一块花最短的时间 用最少的脑力记忆制作单词 但前提是什么,你得跟我一块读 我读呢,你也读 我造句,你也造句 我让你看音标,你就看音标 好,同学们,来,咱们一块看 第一个单词读作 Daw Daw 什么意思 玩偶,木偶的意思 以后就是咱们玩那个布娃娃 都算是玩偶,木偶 好,看它音标 读作Daw 前面是Daw 简单,关着后面有个舌边音 舌尖要撤到这个门牙 和这个软额交界处 读作Daw Daw 好,来看看这个玩偶 非常可爱 玩偶很可爱 我们来造个句子吧 I will buy a new doll 意思是我将买一个新玩偶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看了音标 要再读一遍 I will buy a new doll 好,那么这句话 这个主意编结构 主语是I will buy 是位语 a new doll 就是编语了 好 往下 现在把这个双写L 变成Daw 就是Daw 狗 小狗的狗 R的狗非常可爱 It is a very lovely dog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狗 来,我们读这个句子 We all like dogs We all like dogs 我们都喜欢这个小狗 看着音标 We all like dogs 好,这是个主意编结构 主意是We like是位语 而这个dogs是编语 大家注意 这个O在这做副词 修饰位语的 是都喜欢 好,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Daw 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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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豚 非常可爱的动物 Daw Daw 这是个双音节单词 我们可以这么看 你看这个Daw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 这个发音一模一样 所以说你从这到这就比较好说了 你看Daw 后面P-H总是发F Fin Dawfin 是不是很简单呢 就是你要诈一看 哎呦,这单词挺难的 但是你看 这是 这是Daw 现在等于说双斜 现在是单斜L 还读Daw 一个音节 后面是P-H 是吧 Dawfin Dawfin 是不是简单了 同学 好,来看看 这是海豚的意思 两个海豚正在游泳 我们造个句子 Two dolphins are swimming in a sea Two dolphins are swimming in a sea 两个海豚正在游泳 这是个主谓结构 主语是两个海豚 are swimming 是位于正在游泳 in a sea 是地点状语 好,同学们 刚刚才读一下 Daw Daw Dawfin 我们再往下看 通过这个Daw 我们就要延展出来 另外一个单词 是Clect 同学说 哎呦 这怎么看得不一样呢 现在把D变成了C 那么 这里读 K 而后面是Lact 一个音节 Clect Clect 什么意思 收集 收集 注意这种读符号 Clect 好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收集了很多邮票 在这书里面 粘着呢 是吧 好 I collected a lot a lot of stamps 好 我收集了很多邮票 其中 a lot of 是个数量词 意思是很多 可以修饰可受名词 也可以修饰不可受名词 I collected a lot of stamps 这是个主语笔结构 主语是I Collect 是位于 a lot of stamps 就是笔语了 好 Collect Collect 很好 下个单词读作 Cold Cold 好 是前面 这个Col 后面加个D 非常简单 都是Cold 寒冷的 作为形容词 Cold Cold 寒冷的 哎呦 这个人冷得很 裹了个被子 It is so cold today It is so cold today 今天呀 非常的寒冷 It is so cold today 好 这是个主语笔结构 句子啊 好 Cold 好 再往下看 把这个C去掉 变成了old old就是老的 年老的啊 old old 好 There are four old people 有四个老年人 四个老年人 大家注意人的单付出 people是单付出同行的 再看一下音标 There are four old people 有四个老年人 这是主席表结构 好 现在呢 跟老师再读一下单词和音标 Door I will buy a new door Collect 收集 I collected a lot of stamps Cold 寒冷的 It is so cold today Old 年老的 There are four old people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通过这个dog 刚才是狗 是吧 我们要拓展出另外一个单词 是doctor doctor 好 doctor就是医生啊 我们的白衣天使 好 医生 我们造个句子 This doctor is in a hurry 什么意思 这个医生呢 是正在匆忙中 你看拿了医药箱要救人呢 看音标读一遍 This doctor is in a hurry 好 这是个主席表结构句子 This doctor is in a hurry 主席表结构 好 doctor 我们再往下 都去掉了 变成了do do就是做的意思 就是干什么啊 长音短音都对 do do I'm doing my homework now 我正在做我的家庭作业 看音标 I am doing my homework now 这是个主意并解构句子 主意是I am doing 是位语 my homework 是编语 那么now 是个时间状语 好 同学们看啊 dog doctor do 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啊 再往下来进行复习了 do是什么 对 玩偶 玩偶啊 跟我再读 I will buy a new door 好 那这个dog呢 对 可爱的狗 we all like dogs 我们都喜欢狗 好 这个dolphin dolphin 什么意思 海豚 海豚 two dolphins are swimming in the sea 两个海豚正在海里面游泳 再往下 do 咱们说过了 是 玩偶 那collect是什么 收集 I collected a lot of stamps 我收集了很多的邮票 收集了非常多的邮票 再往下看 cold cold是什么意思呢 寒冷的 寒冷的 it is very cold today 今天呀 天很冷 以及old 老的是吧 there are four old people 这有四个 有四个老年人 好 通过这个dog 我们又引出来这个doctor 是医生 this doctor is in a hurry 这个医生 正在匆忙当中 好 再看 do do是做和干的意思 也作为主动词 I'm doing my homework now 我现在正在做我的 下定作业 好 同学们 以上呢 是我们本次的讲解 希望大家做好笔记 我们下一节再见 Bye guys because 感谢观看